要说起娱乐圈里敢说敢言的名人 一个号称毒蛇的金星 一个是小刚炮冯小刚 还有就是央视名粹崔永元了 不过这里面小编还是最喜欢崔永元的 虽然是央视的主持人 但是他却敢于揭露许多娱乐圈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崔永元说的都是真话 有人说他是最后为百姓说话的主持人 所以崔永元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最近本来消失了 在大众面前很久的崔永元又活跃了起来 前段时间因为手机二的开拍 他就在微博上开怼冯小刚以及刘振云 5月27号崔永元在微博发文讽刺 刘振云女儿刘玉琳不要脸火得更快 他配了一张之前有媒体采访刘玉琳的截图 该标题写到刘振云女儿 我爸教我不要脸 李安教我不要着急 崔永元则配文 你爸这个快李安那个慢 来讽刺刘振云不要脸 自手机二开拍的消息传出 崔永元与导演冯小刚 编剧刘振云的矛盾就文就被人提起 原来手机曾拍成电视和电影 而冯小刚指导的电影版手机中 有一首一的主持人 严首一被网友认为是脱胎于崔永元 电影中的严首一作为访谈节目主持人 曾出轨 后来还患上了抑郁症 这就连起网友对号入座 认为严首一就是崔永元的故事化角色 崔永元近日在《得知手机二》的开拍后 曾与刘振云沟通 并晒出与编剧刘振云的短信截图 后者告诉他新电影并不是手机的续集 而是重点讲微信朋友圈 并且定名为朋友圈 然而后来的开发消息 却以手机二的片名进行宣传 为此崔永元曾公开发文称 冯小刚就是渣子 目前冯小刚 刘振云等方面 并未正面回应 不知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